政軍絕對不只是房東而已 苗栗第二選區無黨籍立委候選人 曾文學二十五號上午在立法院 和立委劉氏芳 林初音 召開記者會 再度以APACI電子 遊一場針對對手 求政軍繼續炮火猛攻 求政軍的太太就是詹美娟 也就是說在二零零八年的十一月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這個APACI的商業 變更的負責人就是詹美娟 在二零零九年發現了另外兩家 叫做一零四跟天王星 兩家電子遊一場名字一樣都是詹美娟 公開點名求政軍老婆詹美娟 和APACI等三間電子遊一場有關 並指出這幾間遊一場 涉及了上百起行事案件 不管是交易海洛因 還是在裡面使用安非他命 還是交易安非他命都非常的多 痛批求政軍就是毒窟老闆本人 林初音接過麥克風 針對藍衣母雞侯友宜也展開攻擊 我們要請問的是侯友宜 未來要重啟特徵組 你要不要先把你身邊的人清理乾淨 面對綠營活力全開邱政軍競選團隊 隨即在當天上午召開記者會回應 就是夫人在年輕的時候 她跟朋友的一個合夥投資 投資的這個部分 但是已經很早就已經退出 也不再進行參與的這個部分 APACI的這個部分呢 邱政軍指示房東 反駁遊一場指示展美娟 年輕時的合夥投資 對於綠營指控邱政軍團隊已經提告 針對電子遊一場射擊刑案攻防 藍綠陣營持續隔空交貨 三立新聞黃孟真是一回廉家慶苗栗採訪報導